说到造成纯雄暖和原因 您最先会想到什么呢 可能很多人会直接联想到工厂 或者是汽车等排放出来的废气 但是您知道吗 其实呢 畜牧业也是温室效应加剧的巨大凶手 尤其是牛肉产业以及乳制品 生产225公克的牛肉所撤召出来的温室气体 等于是55辆车开1.6公里所排放出来的废气 而且呢专家也警告 如果不改善的话 那么再过11年 牛肉乳制品产业所产出的温室气体 将达到全球的10% 但是还是很多人都不相信 牛肉跟全球暖化之间有关联 来看我们的报道 地球平均温度如果在升高1.5度 将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因此我们应该更积极采取行动 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不过说到温室气体 很多人都只会想到工业活动排放的废气 却忽略了畜牧业其实是重大元凶 位于美国南部的德州 号称美国牛肉之都 也是全世界重要的牛肉产地 在德州有多达大概1200万头牛 如果不想让地球升温超过1.5度 最慢2030年之前得做出重大改变 否则牛肉和乳制品将会制造出10%的温室气体 不过有的人甚至不愿意相信全球暖化问题的存在 除了牛本身会排放温室气体 为了种植作为牛饲料的玉米 很多可以减换全球暖化的树木被砍下 牛猪 羊鸡等所有牲畜占的土地 大概等于美国 欧盟国家 中国 澳洲全部加起来 也可以说是整个非洲大陆的面积相当惊人 有科学家因此致力于研发人造肉 也就是从牲畜活体切片取得干细胞 然后在实验室培育制成 希望能在2021年上市 并在几年后成为肉品驻流 如果所有的人从明天开始全部只吃蔬食 温室气体可以减少25% 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要让大众认知到畜牧业对暖化的严重影响 并且改变饮食习惯 恐怕还要面临不少挑战 民事新闻陈杰恩综合报导